一大早 国民党立委孙大千 在委员会内 四处找立委联署 因为他发起提案 军公教等年终慰问金 一毛都不能砍 所以是在签联署 是不是不是 不是在签别的法案 我在马祖 在金门 在澎湖 我两年不能回家 国民党立委纷纷跳出来 捍卫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已经有20个人 联署孙大千的提案 这股反弹声浪越来越大 就连早就提出改革方案的行政院 也传出立场松动 敏感的问题让黄富源左躲右闪 甚至干脆尿顿 直接躲到厕所 不过躲得了媒体 可躲不过自家立委 现在你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总要有一个决定 是 行政院会综合大家的意见 基本上在10月23号 行政院长所讲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这一次行政院宣布那2万块 有没有跟我们立法委员做沟通 并不清楚 对啊 没有啊 对不对 也没有来沟通啊 民进党每一个人的立场都说要全塞 可是民进党党团没有提案 也没有主张 然后呢 我们也会请行政院再赶快拍板定案 做出一个政策的立场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党团的立场 我们是基本上以行政院的主轴 来作为一个依据 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党籍委员的各自提案 然后我们最后用党团大会来整合大家的意见 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这个球修给行政院 他们不必面对选区的压力 但是这种两方互踢皮球 既要博得改革的美名 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他们两个的态度 讲清楚 就是先上车不补票 硬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立法院来去承担 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头家来开杠 我是代班主持人王时期 我们看到退休军工教的年终卫问金 这个话题已经大概吵了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拍板定案 那么国民党的立委就说他要提案 说这些钱啊200多亿啊千万不能删除啊 可是呢就有部分的退伍军人 他们也跑出来表态了哦 他们说如果你敢删的话 我就要造反 究竟这场戏会怎么样子的发展下去呢 我们今天要从这边开始讨论起 赶快来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首先是我们的政治评论者洪玉宏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台北市议员同时也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钟瑞雄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周年华 主持人高富永迁太高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到目前为止行政院也还没有提案 所以呢 律委就批评行政院根本就是在摆烂 行政院说哎呀 就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权啊 如果你觉得不该发的话 那你立法院就把这笔钱给删掉好了 那么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就说 我们要以行政院的版本为主 所以行政院啊 你不是应该要赶快行个文来 或者是再提一个预设的修正案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 行政院还有立法院这个执政党是完全 两边就是两手一摊 根本就没有人要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在VCR当中也看到了 行政院的人事长 他今天也在背群的时候说 哎呀 大家都一直针对军公教的这些 民众卫文经啦 他们的福利在做讨论 他们真的是委屈了 这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谈谈说 军公教是不是真的很委屈 黄老师 就这个事情到底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行政院 陈冲他不是也讲了吗 就是只有两类人可以领啊 那既然两类人可以领 你就应该要主动的 把那个要点给删掉嘛 就不要发了 这件事情那么简单 他为什么死也不肯表态 没有错啊 不只是百难 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大闹剧了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24号 中常会 这个陈冲决定说只有两类人 删掉180几亿 只有两类人照发 2万块以下的DJ的 经公教人员 结果马英九在中常会说 想赞美陈冲 说快速且睿智 马英九那时候我看他也是非常爽啊 他还问那个防护员 说这个那省下了180多亿 到底要怎么用 大家还记得吗 还问黄务员 黄务员说那个不是我的职长 结果言由在而 马英九的大为夸奖陈冲 结果今天这个案子 陈冲竟然不敢送出来 警政院不敢 没有这个肩膀 为什么 就是一些军工教 一些退休的代表出来说要造反嘛 要造反 那几个军工教的代表出来说要造反 那马英九政府陷入两面拦坐人 两面为难 所以他现在在玩嘛 我记得马英九在看社会的反应啦 行政院不肯丢出来 立法院这边呢 不肯审这个案子 或者说立法委员孙大川这些人 我要提案说一毛都不能删 可是孙大川还有这些提案的立委 碰到媒体你看他什么态度 走得像老鼠碰到猫一样嘛 见不得人嘛 那见不得人为什么还是这样 其实马英九在观察啦 这些军工教的退休人员出来说 如果你敢删 那我就给你造反 那马英九在观察 980万劳工会不会造反 他看一看如果劳工 乖得像小猫一样 也没有人说要造反 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个真的就烂在那里 行政院就不提 那立法院就不删 不删那好像传过水无痕 大家都不表态 但是这个预算一旦过了 陈宗就回行政院去定他的所谓的那个要点 发放要点 然后这个军工教的联终 对这个卫文金 全部恢复 那这个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大家社会 要反映给马英九看 尤其是广大的劳工 980万的受薪这一级 要非常明确的告诉马英九说 不是那几个军工教会造反 我们980万人一样 我们也有能力造反 造反起来看你马英九受得了 受不了 所以应该要打抱孙大千的电话 告诉他说你敢再提这种案子的话 你小心喔 对不对 劳工人数比较多 你花了200多亿去照顾特定的族群 那900多万的劳工你怎么不照顾一下 所以这个事情到最后 议员你觉得他会怎么发展下去 马英九真的还在观风向 他之前不是改革正义 社会公平 然后所以他才称赞陈冲啊 才称赞每两天自己说起来 这个案子其实根本就不是改革 这个案子当初管毕林委员 把他丢出来以后 社会大众开始讨论之后 哎呦 要求我 怎么退休的公务人员 为什么还可以拧年终奖金1.5个月 社会当然哗然 其实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个 行政院你现在如果 就算你是被逼迫 你也认为该改革了 那就很简单嘛 你预算案已经送到立法院去了 现在就很简单嘛 你再重新 行政院再发个文 提个修正 预算的一个修正案 送到立法院去说 那一笔100多亿 我不要了 类似撤回 这第一个解决的方案 第二个当然就立法院认为说 全国人民都认为说这样不公平 那直接就砍掉了 但这不是改革了 这只是行政院 你送出来预算被立法院给砍掉了 第三个就很简单了 第三个是 每一年在12月24号 有时候是26号 行政院都会发布一个 100年就发布100年的 公务人员跟 退休的公务人员 为问津的发放一个要点 那很简单啊 不要把 退休的公务人员那个部分 用立可白把它涂掉就好了 也很好解决 就三个方案而已 这个案件 其实你注意看 他这个社会上的氛围变成这样 本来是提出来 陈冲在立法院讲的很有气魄 好了 议员你大家立委就这样讲 社会欧共赏 那我们就来改革 除了那两种以外 可以省180几亿 多好啊 本来他可以博得改革的一个美名 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军系的立委 刚刚那个程振湘吧 对 陆军总司令跳出来跟你讲 这个是全民 大家共同努力的经济成果 那既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为什么军工教的人独享 讲这种话 其实他不是白痴 他也懂不公平 但问题就是说 被改革的人 被改到被革掉的时候 总是会哇哇叫 但重点是 整个行政院 你也太没有肩膀了 哪有军人跳出来说 你敢改 我就造反 今天人事总长 就马上出来说 军工教退休的真的是受委屈了 人家说造反你马上就受委屈了 这个案子其实是考验谁 考验马英九总统 你注意把它看今年 台湾有几个改革方案 号称嘴巴要改革 民众都是反对的 美牛的瘦肉精 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跳出来说不行啊 这样会残害国人的同胞 他的健康啊 有问题啊 对啊 马英九的讲法是 那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贯彻他的意志 你敢给我反对的话 党纪处分 有 跟电药长 你只国民党只要寄出党纪的话 那哪有 哪有说不过的道理 那现在这个案子一样啊 国民党依然在立法院里面 还是多数党啊 所以这其实啊 马英九啊 他要做刑 要做鬼 双方在那边讨好 要删不删 嗯 犹豫不决 为什么 他想两方都讨好 但重点就是说 不公平的一个制度 你走到现在没有改革 我相信 老广大的劳工朋友 不会放过马英九 要美名啦 就是要改革美名 可是当碰到自己铁票 铁杆升来的时候 他又砍不下去了 可是这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是由行政院主动嘛 如果行政院 行政院长你都自己已经说了 然后到最后你又去 又不要行文给立法院的话 那根本就是你行政怠惰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后的癥结 其实就是在马英九总统嘛 他又是国民党的主席 然后又是总统 他的态度才能够左右行政院 要不要出手有这个动作啊 对的 马英九本来不是这件事 陈冲说了 他说明快而睿智 然后就有16字箴言又出来了嘛 对吧 公平正义 照顾弱势 关怀忠良 后面再加一句共体时间嘛 你背好说 照顾忠良的意思 关怀忠良的意思 哪像是说 这2万块以上都不是忠良 对吧 所以没有照顾到 得了 1,8,8,2万块以上都得了 这个 陈振湘啊 他刚才在理会 慷慨只能这样说整队 就是因为全国人民 共同努力才会有这个经济的成果 像他两年在妈祖没回来 我非常敬佩 我也做过两年兵 我也做一种部队 爬碎玻璃过来的啦 不输你一个将军 请问一下 国家有亏待你们吗 国家有没有亏待你们 你们的退休奉 说我还没听 春节卫文金 少将中将最重 还没有砍你 你知道吗 这一次只是共体时间 没有法言依据 所以把你这所谓的年终卫文金 把它给去 还不是真的去除 为什么 只不过是今年注意事项 想要弄掉明年偷渡 只是这样而已 你没看吗 咱们说咱们 你要做阿平 还要做职业军人之前 你难道没有看清楚 陆军官校跟过去的黄埔军校 问他那些对联吗 贪生怕死没入此门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吗 你要升官发财 你就不要给我走进来 你就不要当职业军人 很简单 国家今天有没有亏待 军工教人员 今天不是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砍掉 让军工教人员 无以为靠 如果是这样我就反对 说我们的行政院 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担当 最差劲 最没有肩膀的人 为什么 表面上 那时候管碧琳提这个 没有法源202亿 是不是要怎么处理 那时候 我说贪败了 你就不处理 黄富元在那边 我也认识黄富元 黄富元就在那边说 哎呦这个 很久了以后 都是很久以来都是这样 说全宝他们我们都秀不出来 他想要改革嘛 对吧 突然间 整天过了 哎呦 行政院长自己大刀一砍砍死 砍掉自己182亿的 不是民进党有这个材料 看得到就对了 是你陈聪 是你妈英雄政府自己懂的 懂得了 照理来讲 好你既然坚持两个弱势要照顾 我也给你打破了 结果 你现在 竟然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所有的立法委员 包括民进党 包括你自己国民党的 那你至少 说我拍天啊 你至少花一个 注意要点 给所有的国民党委员说 你要怎么删吧 对不对 那每个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删不一样 我决定保留 我决定全删 我删一半 那不是天下大乱吗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照理来讲 很简单 行政议定有 你竟然行政 这个方案是由你提出 你决定改变 你就是收回来 重新再提一个案子 回去不就好了吗 再讲 再讲难听一点 如果现在 他突然间 决定说 一定要这样做 我个人本来认为说 你是可以检讨 可以大家坐下来谈 因为年关要到了 往年都有删 今年不要删 明年全部删掉 但是你既然这样决定了 那就是国家的政策 国家大势 启荣而戏 如果到时候 因为这些压力 你决定这样子的话 行政院长成冲 就要下台 年华 你怎么判断 这件事情到后来的发展 因为其实 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已 我们还没有跟你讨论到 要公保啦 还没跟你讨论到18%呢 这只是一个最小的点 但是都这么的困难 然后行政院现在也两手一摊 你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会怎么办 石琴你讲到重点了 我们今天讨论只是200亿 对啊 18%的优存补贴 今年大概是800亿 到最高峰的时候要1300亿一年 那我那天看了一下数字 我吓一跳 我觉得我有生之年 应该看不到18%落日 你缴的税应该都是在付18%啦 不只我缴的税 就是我以后不缴税了 退休以后不缴税了 我还在付18% 因为我有生之年 大概看不到18%落日 所以200亿炒成这个样子 那后面还有更庞大的 在那边 其实我想我们在座 大家意见都一样 我们不反对国家照顾军公教 我们绝对不反对 可是那个照顾要符合比例原则 希腊昨天晚上 删减今年的总预算 79亿欧元 大概3000多亿台币 为什么 因为不删的话 他50亿的国债 16号要跳票了 希腊要破产了 所以希腊人民 虽然在国会大楼外面 在那边控衣啊 丢汽油弹干什么的 没办法 非删不可 不删国家会倒 难道台湾要等到那一天吗 等到哪一天的时候 我们的国债快要 跳票了 好吧 政府来删 到时候军公教 你怎么讲 我觉得我这几天 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那些退休的将军们 我是指将军 我不是指所有的军人 你们这些将军们 有什么资格出来讲话 你们有多少人 拿着台湾人民的血汗权 18%乐队凤 到中国去跟共匪 跟共军 跟我们以前的敌人 喝红酒打高尔夫球 然后现在出来跟我们讲说 你们对国家有贡献 真的很丢脸 之前很多将军 很多以前是我当兵时候 的长官 要不要我背一背 以前你是怎么教我们的 要什么跟共匪 怎么样杀猪拔毛 势不两立 要反攻复国 现在呢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领我们的钱去讲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然后你们的年终会认军 是造给 结果你们出来那边呛瞎 我觉得我彻底 瞧不起这些将军们 没错 我们是讨论一个制度 这绝对不是说 要跟哪一个特定职业别的人做为敌 而且这是国家整体财政的问题 刚年旺讲的好 他以希腊为例子 希腊破产 很多人都在讲说 台湾会不会变第二个希腊 好歹希腊后头还有欧盟撑腰啊 台湾如果财政倒了 后面有谁来给我们撑腰啊 我们有中国人给你 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聊 三我们就造反嘛 三 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污名化 当然 当然被污名化 造反造反造反 失望 我们投错了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国民党不要选了 我想我们在地方 听到很多的声音 如果陈冲这个行政院长 再度改变他原来的一个决策的话 那有很多民众都认为 这时候应该用上街头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不满 民意都认为说 现在政府改革 是瞻前顾后 显然是假改革 绿营我们认为说 应该要来召开国事会议 全面的朝野政党来推动 如果这个陈冲院长 这个真的是接受这个建议的话 我们会对陈冲院长 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改革不应该稍微有压力 就来退缩 至于发动要来 联署的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们会对他加以进行罢免 我们在讨论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未问津这个议题的时候 这些领这些钱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跳出来说 如果你敢删的话 我就要造反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是被污名化 他们甚至觉得 不管蓝绿都应该要跟他们道歉 为什么应该要跟退休军公教道歉呢 因为我们侮辱了他们的清白还有尊严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奇怪 砍了你的这笔钱 所以你就没尊严 也就是说我们要拿这笔钱来换你的尊严 所以你的尊严其实也没值多少钱 对不对 这逻辑是不是这样很奇怪 我觉得真的莫名其妙 这些人他们怎么有脸跑出来说 他们没了尊严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脸讲重话 我觉得还是其次的 因为其实大家关心的 大家关心的是说整个国家财政 整个退辅制度的改革 财政 我们台湾的财政已经面临跟美国类似了 财政悬崖 你没有处理 我们整个国家这个就垮了 整个国家就毁了 所以其实没有人去侵犯到军公教 不管退休还是没退休 他们的清白跟尊严跟这个无关 如果要这样讲 我倒觉得说老公朋友 半世纪 超过半世纪 都没有被这个政府好好照顾 我们的经济发展 有起来 有赚钱 大家努力的结果 我就用陈安湘的语气 可是有照顾到劳工朋友吗 这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超过半世纪 这个政府 马一九这个政府 从来没有重视 陈安 陈正香也敢讲这种 恶心的话 他讲什么 他说英雄不被尊重的时代 不会再有英雄出现 我就想到刚刚那个瑞德雄讲了 那个军校的门口挂了那个是什么标语 这些英雄没钱就 就没有 就不是英雄了 难道英雄一定要有退休金 一定要有连终慰问金 这些英雄才会出现 这样的话我们的英雄未免太廉价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情绪上都应该收起来 你今天你这些军公教在那边 这个说如果砍三我就造反 那这个劳工朋友难道不能这样讲吗 但是如果这样讲下去 其实都不是问题的癥结 真正问题的癥结是 我们的整个国家财政要有一个大整理 我们这个退伍制度要有一个大改革 我觉得马一九很笨 蔡英文 我觉得蔡英文真的是 这个是后道到极点 他提议一个国事会议 国事会等于是帮马一九解套 你这个问题你马一九解决不了 那个在野党来帮你一起扛 结果他说这个可行性不高 不过可以考虑考虑 但是可行性不高 他就这样把他回绝了 他没有要解决嘛 他没有要解决 那我们国家面临这个财政悬崖 所有人到时候都倒霉 那这谁来负责 你马一九你已经下台了 到时候谁来负责 没错就是军人造反 结果竟然是为了那个年终的问题 就为了那些钱 然后他决定要造反 就军人造反 竟然不是为了这个捍卫国家啦 不是保家卫国 是为了钱 我觉得听起来 羞辱他们 羞辱军人的好像是他们自己 然后我觉得更可恶的是 我们的官员还附和说 对军公教其实啊 好委屈哦 我觉得啦 就因为官员的这些发言 反而更是助长了社会的对立嘛 他根本就是借着这件事情 来作为政治操作 否则我们在讨论的是制度 在讨论的是国家财政 是不是有一天要完蛋的问题 结果他说对呀你看你们都欺压这个军公教 那社会不是越来越对立 会讲出说 你只要把我删掉的话 我就要造反的人 你说他是弱势 他有多委屈 我相信这个社会大众自有公论 但问题是说 当一个总司令讲说 你看我们当年在马祖如何如何 你去马祖你是在做官呢 你像比如说我们 我们以前在金门 那我们是在当小兵呢 那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多要求吗 军人为了钱被砍掉 他有资格 有权利不开心 但问题就是说 不开心的时候也要讲道理啊 你说造反 造反也要有理啊 我的助理里面 有两个案例很特殊 有一个是从他父母亲 两个都是公务人员 他刚好大学的时候去念市立大学 念大学的时候 学费一个学期要五万出头 我问他说会不会很贵 他说不会啊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一年可以补租到 三万八到四万三 我说这么好 那当然都不贵 另外一个好玩啊 另外一个他的妹妹 他也是念市立大学 结果呢 他现在在付助学贷款 在还 那个当年念书的时候 他到台湾营行去排队 他现在必须要把 以前那些钱还掉 所以他们 我两个助理一个感受就很深啊 现在刚好社会上在讨论这个事情 去办助学贷款的他一定会想说 我现在付的钱 我现在每赚一毛钱 每个月领的薪水 一定要磕税 磕税完以后 去付你以前 因为钱已经领走了 国库的钱从哪里来 全民的纳税钱来 结果这些广大的劳工朋友 或者说非公务人员退下来的人 他的子女他就必须要去办助学贷款 那另外一边 只是因为你曾经父母亲干过 公务人员你退下来 可以帮子女来 一个学期来付4万多块钱的一个学费 有道理吗 所以你说委屈 你被砍掉的人委屈 去办助学贷款 还要来帮这些 退休公务人员国家 帮你支出付学费的人 帮你付了钱 你还说你受了委屈 那这些人去缴贷款的人 还要帮你付钱的人 他的委屈在哪里 所以我刚刚听到了说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讲说 你看民主进步党 全部都没有提案 你是在空的吗 你不记得现在国民党在这边 还叫民进党来提案 那么莫名其妙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 这个社会你会发现说 乱掉了 为了这样的一个钱 到底合不合理 人家说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我们现在谈的 只是在讲说 退休人员的 这一些年终慰问金 1.5个月的问题 还没提到这些教育补助 而且我们没有讨论在职的 还没 你看这样日本 日本好玩 日本现在在砍的是什么 是限制的公务人员 砍15% 那我们现在砍的是说 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你出门不用买到桌外 不用油钱 不用你吹炒帐 不用抹水水 没那些开销 所以你总是没有工作你说 现在退休以后你要领的跟以前的 现在的公务人员一样 还要一年1.5个月的退休 慰问金 没有道理嘛 所以这一个案件在增值的是什么 增值的是说 一个道理 有人生气说出来你给我删 我再给你造反 那一些缴税金 要给你领年终1.5个月的人 那这些人要不要出来造反啊 没错在讨论这个劳工的这个基本薪资的时候 每天多一颗茶叶蛋的时候 他死也不肯加 那个时候有900多万劳工 如果大家都走上街头造反的话 那还得了对不对 而且这明明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记得马总统曾经说过说 他已经是第二任了啊 所以他不需要再讨好选民啦 可以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啦 可是当碰到这个 退休军公教的慰问金改革的时候 他好像倒是忘了这句话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哦 现在台联他打算要启动联署 罢免马英九 然后要遍地开花 然后呢还有民进党的一个资深党员 他把他们家就直接改成了倒马总部 就现在看起来 倒马这件事情已经在全台湾 可以说是一个显学了 应该是一个 批马是一个全民的共识 只是说这样的行动 是不是可以真的 让马英九总统 有一点点警惕 有一点点反省 有一点提点说 哎呀糟糕了 大家都对我非常的不满 我是不是应该要好歹做出一些成绩 做出一些事 起码做一点点小小的改革吧 瑞德哥你觉得呢 我现在最怕就是 马英九因为退休军公教 尤其是这个将领 说要把他拔面了 他怕到 怕到就又扣起 扣起之后呢 现在现在立法院要 审理这个202亿的 这个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年终卫文金 又起了变数 那两手一摊 马英九可以两手一摊 陈冲满可以两手一摊 那是立法院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我就已经原则上 只是他们要这样做 跟他照顾两万万 以后退休奉 跟他们说三残 那我怎么知道立法院 不听我的话 他现在就可以用这个做 可以用这个做自己的一个下台阶 还有他刚才说就应用了 那现在退休将领讲到说 这个你不给钱对不对 好像就没有英雄 第一 所有的退休将领都是英雄吗 英雄是自己肯定自己的吗 第二 英雄是靠年终卫文金肯定的吗 没有年终卫文金就不是英雄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这种事情 我没客气说 我知道军人 包括很多的公务人员 都很辛苦 但你知道吗 在台湾 这几十年来 警察兵 军林比较危险 他有生命的危险 讲真的 再不客气讲 钓鱼台事件大家看得到吧 互钓鱼 互钓鱼去保钓嘛对不对 请问跟日本人的船舰 他们撞的人是海巡署 不是国军 然后在南沙群岛太平岛 挟过来开城堂 好像也是海巡署 也不是国军 国军很辛苦 我们知道 但是不能用这个来跟 要不要领年终卫文金 画上等号 不是要讲道理 这样国军又修兵 又要领您的卫文金 另外就是 另外我要特别提的就是说 蔡英文提出 这国事会议朝野大家一起来 其实我在这部中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包括执政党 包括在野党 也包括民进党 包括亲民党 台联 然后退休军公交人员 退休劳工 跟现任的军公交人员 所有专家学者劳工代表 大家就要说嘛对吧 你有什么都要说呢 这是给你政府的一个计划吗 不好意思 人妈应该叫今天 他们的花园人 又说了 这些东西都要在体制内进行 什么意思 我说的算了 我当家我算了 我不要跟你们讲了 你的团队如果是有露燕 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这样的田地吗 让让你一个机会 让你一个下台阶 让大家全部坐下来讲 结果你竟然拒绝 摆明了他就没有打算 要解决这件事情 那所以年华你判断说 如果砍掉这笔钱 然后这些要造反的人 他们的压力给马英九的比较大 还是说如果他要继续发 然后米娜要带队上街头的 然后基层在罢免马英九 这样子的压力会比较大 当然是军工教给马英九压力大 人数少压力大 对啊 你们还不了解马英九吗 记不记得王妈妈 花莲的王妈妈 他只不过他儿子在部落格 写了一句话 我妈妈对马总统没有feu了 哇不得了了 总统专机坐了 赶快飞到花莲去 对哦 赶快去探望王妈妈 他手牵起来说 啊王妈妈 我来了你有feu了吧 军工教对他没feu 那怎么得了啊 马英九昨天去金门 去干什么了 去谁家里了 名字我就不想提了啦 一个名嘴有胎 就是马英九很习惯 在小圈圈里面找温暖 所以 然后为什么人少的力量大 很简单 人少的人团结 尤其他们在表现在投票的行为上 他是团结的 嗯他几乎80%是投给国民党嘛 今天站在政党的立场 我也真的 我难得帮国民党讲一句话 站在政党立场 我当然要照顾军工教啊 因为他们票都投给我耶 也对 那问题是 我在节目中讲过 台湾有980万劳工 大概有八成 接近九成是有投票权的 你们这些人如果选票集中 可以选出一个总统 嗯这个总统可以帮劳工争取权利 可是这些劳工朋友没有嘛 我判断他的选票至少有一半是投给马英九 要不然马英九怎么会当选呢 你想想看 980万劳工 我们不要算多850万票就好了 你投给一个总统候选人 马英九最高也不够拿765万票 这个总统候选人就当选了 因为你们不团结嘛 今天军工教这些军人 为什么敢出来对马英九呛吓 因为他知道我们呛吓有用 可是为什么劳工 去行政院前面丢鸡蛋也好 在立法院工厅会呛吓也好 马英九理都不理你 因为他知道你们是一盘散沙 你们不会团结 所以他干嘛害怕你呢 想来真是悲哀 所以其实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什么东西最有效 选票还是最有效的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谈 从立法院长王金平手中 接过大展宏图讲座 花莲县长傅昆奇的施政满意度 高居22县市第一名 被下了台脸色紧绷 好口对准中央政府 全国新的民调 花莲不满意度 对中央不满意度 将近70% 我想连后山花莲都已经 发出这样一个警讯 我想马总统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思考 整个内阁跟你个人的施政风格 而今天劳工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却又错把方向指向军公教人员 虽然是一个公平治理的原则 但是呢 你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活力找出来 应该轻重缓急找出点活力 对马政府不满 炮声隆隆 取消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更让国民党连铁票都快失手 不过传出行政院态度松动 可能恢复发放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主持重大议题协调汇报时才是 如果行政院跳票赶翻案 出尔反尔的话 就是说谎的政府欺骗人民 民进党一定上街头抗议 对于一个不会警惕 不会反省的总统 只有给他当头半个 民进党会在适当的时间 我们会用最好的手段 来给马英九总统 更大的压力 民进党呛吓街头剑 台联甚至已经发起 罢免马英九连数 把台湾的经济搞得这么差 然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一直下降 马英九这些倒行逆施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我们应该要站出来提出罢免 马总统连任还不到半年 从民间到在野党 甚至来营内部 反马声浪不断涌出 后马英九时代 提前来临 我们看到台联要展开罢免马英九的联署 民进党也呛下打算要上街头抗议 然后呢 像是傅昆琪啦 邱敬纯这些地方诸侯也都在连身匹马 可是 只有13%支持住的马英九 其实一点都不孤单哦 为什么 因为他到金门去视察的时候呢 金城镇长10兆米当众大战 马英九是现代的恩主公 而且他还说可以去领这个 应该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了 所以马英九昨天的金门行真的是 窩心暖暖啊 完全没有寒流来袭的感觉 那马英九到金门是很温暖啊 他应该把金门的温暖带回台湾 恩主公会不会生气啊 我先问一下 恩主公当然会生气啊 恩主公你到三峡那边恩主公 大家想一想 马英九被比为恩主公 这些恩主公的心会怎么想 所以我想说马英九有种 你就把他带回来 你告诉台湾的居民说 你是现代恩主公金门人讲的 看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刚刚讲 马英九在观望 在看社会的反应 他觉得 我觉得说他如果 在倒行逆施 他真的会面临一场 不可预测的灾难 对他的政治生命来讲 是一场 尤其是对国民党也一样 可是今天民进党 苏正山说要上街头 我完全支持 可是民进党要注意 马英九是 他心中非常清楚 你民进党到底有几坑冲 他算很清楚的 如果只是你民进党出来 他不会甩你的 所以我就认为说 民进党应该站在第二线 来支持民间的劳工团体 或者民间的寿星阶级 让整个社会力量 整个出来 民进党在后面来帮忙 民进党在后面来动员 因为这些社运团体 其实都很穷 你叫他们上街头 他们想上街头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个时候你民进党来帮这个忙 可是让这些社运团体 让这些劳工朋友 走在第一线 展现给马英九看说 你不要错估情势 今天这个民进党代表的是 全民的意志 你那几个 这个军工教 你算一算有多少人头 马英九不是说 千万人无网仪吗 今天跑出几个军工教 呛他说要跟他造反 他就归缩了 那民进党出来 把社会力量给带出来 让马英九看 千万人就在这里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是说 没错黄老师讲的 对说如果民进党站在第一线的话 其实就对于国民党来说 巴不得 求之不得 很好做政治操作 你看 就是你们民进党这些人 在挑起社会对立 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打击军工教 对不对 就是很好做文章 第二个重点是说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马英九在观望 身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的事情 跟不对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观望的 对错非常容易分别 你还在这边等啊等 然后在这边看啊看 就毫无领导的 没有领导力 这种人还可以站在位置上面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也算是相当佩服他的 民进党其实他必须要立场非常明确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执政党之所以进退为谷的原因就是 他各方要讨好 可是民进党 你不能因为人家讲说 你看你就砍我军工教 退休了军工教的一个慰问金 所以我军工教我恨死你不给你选票 这是一个是非的一个问题啦 民进党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说要上街头 你要站在第一线嘛 又怕国民党去做政治上的一个操作 你看只有你民进党带头的 带头造反引起政党的一个对立 这又很难又怕去失交 其实要上一个街头啊 我跟各位报告啊 上街头其实很困难 一个大型的一个街头运动 一天而已 只要到发动几万人的 到凯道也好 到台北市也好 那一天开头都想着到五百万 那多恐怖呢 你五百万你要选多久 你整人好 让你来十万人全部到台北来啦 晚上怎么办 你如果要抗争一天的话 好了大家回去没问题啦 只是说政党有照顾的责任 就是说等大家都解散啊 然后大家 全部民众都解散了 民进党才可以收兵 那如果你是要两天呢 两天你也要吃呢 要穿多少便宿呢 多少人要对他们照顾的一个义务 其实政党有一个很难的一个地方 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说 民众他到底有没有深刻的体认到说 这样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社会你看 已经被国民党操作成 已经全部都失交 本来大家应该很生气 可是马英九爬到金门去的时候 你看那么多人欢迎他 又恩主公 你整个官公在骑士堵嘛 我照你用你多抗争都没有用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政府完全没有反省的能力 当他没有反省的能力的时候 我相信最大的一个在意党 民主进步党 就要好好思考 你真的是有责任 而且也有义务来发动抗争 逼迫也要逼迫这个执政党说 你要向民意来靠拢啊 哪有这个 哪有本来说要改革的 现在归缩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总统 瑞德哥你觉得说 走上街头这个行动 真的可以让马英九有当头棒喝吗 还是他觉得 对啊你看 有人说我恩主公 如果走上街头他的 爆发力是很大的 那才有用 如果按照过去走上街头的关系 你在台北走上街头他就跑到南部去 他就跑到台东去 跑到里岛去 他就扁不见为净 这个有一句话叫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 祖上 聚残言 折天下评 你如果要听的那种好听的话 那 那 要听人家阿谀奉承马屁就完蛋了 官公 就是恩主公 恩主公 我说坦白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财神 恩主公发明了算盘跟记账法 所以他 他整个那个军队里面的财政管得很好 马英九如果是败家的马英九 如果怎么跟一个财神 管好财户的恩主公比呢 好 恩主公庙里面中 中校结义还有最重要两个义 叫做一支信 一支义义 信者人无信不利 拜托 马英九连六三三做不到 一半的薪水 到现在又变成好像 你很奇怪 你就捐不出来 就血汗钱就拿不出来 很奇怪 你连信做不到好义好了 什么叫义 义 义气 各位 連战对他有没有义气 有吧 吴雪对他有义 廉胜文 五都拔一千 甘义 对他有没有够义气 要不然五都就崩盘了嘛 结果呢 一个丐帮帮主而已 讲到咪咪咪咪咪 往三天的时候 三天的时间 还自己打出来 跑出来打他 那吴博雄博公 对他怎么样 客家人的票 陶竹苗 所有客家人的票 虽然心还是 圈圈叉叉叉 要死 也是这样听他讲 这三个人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人 怎么跟恩主公比啊 可是我觉得啊 就是国民党就是有这样子的文化 就是会有人这样子 想办法去拍马屁 巴结奉承 你看看这个是哪里 国政基金会 这是国民党的智库 国民党智库网站上面的文章是说 马英九是一个有政绩的总统 他是一个有政绩的总统 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的态度 冲冲冲 看似温柔儒雅的书生 他就有拿着竹竿去捅蜂窝的勇敢呢 你们都不懂他 当上总统 不为军工家反弹 取消免税 年终会问金冲冲冲的态度 勇于改革升聚魄力 我觉得国民党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文化 而马英九也非常enjoy在这样子的气氛里头 所以他过的其实开心的不得了 就整个民间已经这样怨声载道 这样怒气冲发 可是对他好法无伤耶 年黄 这个人写这篇文章的一定是民进党派去的 你怎么会用冲冲冲去称赞马英九 你怎么可以用敌人的党主席 扣五分扣五分 敌党的党主席的称呼 去称呼本党的党主席呢 拿竹竿去捅蜂窝不叫勇敢 那个叫鲁莽啊 笨蛋才会拿竹竿去捅蜂窝 你什么时候看过消防队拿竹竿去捅蜂窝 消防队一定是拿个网子 把他包起来或先用烟熏嘛 谁会拿竹竿去捅蜂窝 孔子说过一句话 因为马英九爱听世书 抱虎平和 什么叫抱虎平和 就是拿竹竿去捅蜂窝嘛 我觉得马英九你不应该去金门 你应该去北京 你去金门会变成现代恩主公 你如果去北京 你会变成现代妈祖 你去设中国的历史 没有一个例外 中国的历史上 当一个皇帝越昏庸无能 越道行逆施的时候 底下拍马屁的那个言语 越恶心 马英九很快 我觉得他已经走向败王的阶段 现在现代恩主公都出来 马英九最后能不能得诺贝和平奖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石什么乡长的 金门的 他保证可以得到明年诺贝的马屁奖 而且我觉得金门的这个乡长还是镇长 他应该就是红得很快 他应该会即将列入马英九的 口袋名单人选当中的 其中一个因为马英九就喜欢听这些啊 他的用的人不是都是用这些人吗 就能够升官发财的 不都是马英九在镜子里面找的这些人吗 像引起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谈 其实现在P码反码可以说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显学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民调 这是苹果日报最近所做的一份民调 我相信马英九他一定也看到这份民调 就是说题目是你支持谁担任下一届的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输给胡志强跟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27.22他是最高的 所以最近也传出来说国民党高层叫朱立伦说 你就留在新北市继续寻求连任吧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在剩下的三年多的任期里头啊 他不太会去管说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的意见对他 给他的意见是什么 他其实不太会注意 他现在比较关心的事情是从 权力的逻辑上面去思考 所以他比较重心是放在 那我接下来的人事布局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调配 才不会使得我这三年半的时间跛脚 对不对 没有错啊 马英九满脑子都是权力的布局 我都怀疑这个苹果日报有把这个先泄露给了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胡志强 胡志强本来说 对 要选党主席 后来有党政高层去跟他讲说 你选不上了 你不要选了 大家还记得吗 对 那朱立伦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 筋若寒财一句话都不敢讲 那讲了这个2016年的布局 马英九老师在想这些问题啊 那都是会摆在哪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个前途未明啊 其实我觉得蛮悲哀的啦 今天这个民调出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民调啦 今天总统如果重新选 蔡英文会赢过马英九 1号10%耶 赢蛮多的 赢蛮多耶 宋楚瑜从2.77 飙到17点多耶 所以今天我觉得选民都后悔啦 对 才不过半年多以前 结果今天都后悔啦 可是后悔怎么办 还要忍他三年半耶 没错啊 可是怎么办呢 他就是还有三年多的任期 而且马英九一定也知道啊 你们这些人都后悔 所以我才正要 我才要赶快弄这些人事布局啊 我今天看到在台北市议会 大家就咨询郝龙斌 郝龙斌没有被排上去耶 乱惨的 所以这个很奇怪 国民党文化跟民进党 或跟其他各个先进的民主国家 里面文化都完全不一样 哪有说你27.22%的人 还有一个是22.26 道瑜马英九的15%的人 我民调三位都要被共选党主席 结果我们两位比现任的党主席 还要高我们两个说 那个意义不大 那个民调意义不大 他什么民调像月亮 我说听了吗 什么月初月尾都不一样 我的民意如流水 我在尊贵水没温的 国民党的文化哪是这一种的 国民党这很怪 你看总统官位是不是最大 是最大的 结果民调输给五都的 输给那个倒数第三跟倒数第六的 所以就为什么这两位五都的 也都是直辖市的一个市长 明明他的民调 他的声望都高过于现任的一个总统 他就不敢选 这个啊 这类似于什么 国民党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国民党现在漫步的拍马屁的文化 刚我们谈到的是 到金门去的时候 你那恩主公呢 你看看嘛 国民党里面这一股文化里面 让人家感觉就是说 你中央就是拍马屁的文化 你说殷启平 这个在中央拍马屁的 不敢他做的带烂 你怎么换都换不掉 现在连到地方金门 他有样也学样 他也学了 所以如果说一个国家 是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的话 这个国家没有救了 不但喜欢拍马屁 而且这些看起来有实力的 国民党内的 除了马一九之外的其他人 他们也没有什么串联的勇气 其实不是没有孝龙兵 是怕做郝龙兵连郝龙兵的名字 变得比较高 他就真的气得很高 不然很高 还有就是说 麦英九最近都在说 虽千万人无王义 拜托朱立伦 你假意这么多 比可取而代之要 这样的精神 连晃了 大家别忘了 不用想太多 明年还是马英九连任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NP 是从体制 上面没叫你选 底下人绝对不敢选 请放心 明年还是马英九连任 所以党主席马英九还是会连任 但是2014的时候 马英九恐怕就没死